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看两株不是很寻常的兰花吧 这是罗尔兰 它的名字呢,源于它的叶子形状 很长,很硬,并且直立 像骡子的耳朵 当然啦,这是它的俗名 它的学名呢,叫做Trico Centrum 罗尔兰呢,在全球有91种原生种 还有5种自然杂交的品种 它的分布范围呢,通常呢,是在中美洲 从加勒比海群岛到墨西哥中美洲 哥伦比亚、威内瑞拉一直向南 到巴西的北部都有分布 我眼前的两株呢 其中一株,这株大的 在我手上呢,已经两年半了 还没有见过花 旁边一株呢,就更不用说了 在我手上呢,还不到一年 这株的名字呢,叫做Trico Centrum Luridum 这株到我手上的时候呢 只有这一片小小的叶子 大概是12、13厘米的样子吧 两年半 长了另外三片叶子 这是第二片 第三片 第四片 那最大的这一片新长的呢 现在有65厘米高 65厘米啊,两尺多了 没有见到花 我觉得这应该 差不多该有花了吧 通常有花呢,是从这个叶子的中间呢 长一个花梗出来 花梗呢,超级长 我看到我朋友的那个花梗呢 大概是两米多长 它绕了五六圈 很多小花 花其实也不算小 直径呢,有差不多是五厘米的样子 非常非常多花 两米长的花梗 希望今年呢 能有机会看花吧 通常 花呢,是 春夏秋都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现在应该开始长花芽了 可是我还没有见到 另外这一株呢 是 在我手上呢 只有大半年 是网购的 从 Aquagenera网购的 看一下它的名字 Trichocentrum Carsogenensi Trichocentrum Carthogenensi 这株来的时候呢 就有现在的这些叶子 你看到的 有三片 剪掉的叶子 和一片 稍微大一点的叶子 这片叶子呢 有差不多是一尺高 那这半年呢 大半年呢 长了一片新叶子 已经快有 之前的这片叶子那么大了 这片新叶子呢 最近呢 这个叶新的地方呢 开始长一点点小芽 那我就疑心呢 它会不会是一个花芽呢 我希望吧 但是不能确定 那这一株呢 在网上的资料呢 相对多一点 它不会长得太大 大约呢 就是据说呢 它最大的叶子呢 应该有四十厘米 现在呢 已经有三十多厘米了 我觉得这开花呢 是有希望的 你看和旁边的这一株 之前的这一株比起来 给你远一点看 叶子的距离有多大 罗尔兰呢 通常喜欢中到高光 那在生长季节呢 希望是水分 肥料 充足 它其实呢 也是很耐旱的 在原生地呢 有一个四到六个月的旱季 那水呢 就相对比较少 它的叶子呢 很厚 很硬 相对来说呢 比较耐旱 但是呢 我看一些资料上呢 又说呢 要确保呢 它不要被干得太久 那所以在冬天呢 也应该在十天左右呢 给它浇一次水 目前我手上的两株 看起来呢 长得还是很健壮的 但是什么时候 能看到花呢 那我就不敢确定了 当然了 我期待呢 能在一年之内 就是说下一年呢 给大家看花 谢谢